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挪威的森林》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1万字 我会用大约22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如何与现实相处 成为生活的强者 日语专业的论文选题中 常常会有 日本人的生死观这个议题 究其原因是因为 大和民族对于死亡的崇拜与迷恋 在世界上都可以称得上是 独一无二的 在日本的各类文艺作品中 对于死亡的探讨不计其数 日本人的自杀率 在全世界也是文明已久 这种特殊审美的形成 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比如日本自然灾害频繁 在他们的思想中 留下了关于生死无常的感慨与叹息 再比如日本人的齿文化 让他们不敢面对失败 宁愿选择死亡的 今天的这本书 《挪威的森林》中 也有关于生死的讨论 男主人公杜鞭从好友木月的死亡中 参透到一个道理 那就是生死并不是对立的 死亡也是生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句话脱离情境可能难以理解 但确实代表了日本人对于死亡的一种感觉 就像是见多了 所以习惯了一样 不觉得死亡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 人活在世界上 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遇到各式各样的困境 当一个人压抑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生死观就会对这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挪威的森林》将带领我们走入1969年的日本 通过故事里几位年轻男女的纠葛 来探讨人究竟该如何与现实世界相处 如何与自我和解 《挪威的森林》这本书名气很大 即使2012年 它在日本就畅销1500的万册 在中国销售量也近了千万 这部书名其实是故事中的人物 侄子在生前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甲克冲乐队的《Norwegian World》 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爱情小说 其中掺杂着 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环境动荡的局面下 年轻人们对于自我 他人 社会所产生的无力感与迷茫感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激烈碰撞的时候 在面对成长的痛苦的时候 有的人选择了抗争 有的人选择了逃避 有的人成为了生活的强者 有的人最终选择了死亡 《挪威的森林》的作者《村上春树》 毕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科 29岁开始写作生涯 他的首部作品《且听风吟》 就获得了日本群像新人奖 可见其才华之高 《村上春树》的写作风格 受西方作家的影响比较大 跟一般日本作家沉重的风格不同 他的作品总体的语言基调 是轻松的 乐观的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 都有着广泛的知名度 《村上春树》是多年的 诺贝尔文学奖陪跑者 年年都是大热门 却从未获选 而且《村上春树》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多年的马拉松参与者 他靠着长跑戒烟成功 还写了一本书叫做 当我谈跑步时 我谈些什么 人的本质是孤独的 无论两个人如何亲密 也始终无法真正依上 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 但是就因为这样 我们就放弃与人的交流 放弃与世界的沟通 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吗 在面临困境的时候 这其实是一种 无奈的逃避之举 在挪威的森林中 无论是男主人公 杜鞭对于侄子的意义 还是绿子对于杜鞭的存在 其实扮演的 都是同一种角色 将沉溺在自己 精神世界中的人们 拉出来 将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 拉回来 与活生生的世界 建立连接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 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讲 书中内容 这本书只要讲述了 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 挪威的森林这本书 究竟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 挪威的森林 体现了日本人 怎样的生死观 第三个重点内容是 如何成为生活的强者 好 我们来先说说 第一个重点内容 挪威的森林 究竟讲了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 杜鞭彻唯一的好朋友 穆月 被发现在家中 自杀身亡 1968年 杜鞭彻考上大学 离开家乡神户 并和穆月 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侄子在东京相遇了 穆月永远地 留在了17岁 而杜鞭和侄子 背负着复杂的情感 开始了漫长的成长之路 杜鞭彻进入宿舍 开始集体生活 而侄子 一改曾经前呼后拥的 女神状态 离群所居 郁郁寡欢 自从一次在车站 遇见后 两个人就自然而然地 开始约会 每周在东京的大街小巷 大走特走 仿佛是用不停地走路 来缓解内心的焦虑 与痛苦 在此期间 杜鞭和侄子产生了感情 并且在侄子 20岁的生日那天 确定了关系 然而 侄子的内心 却无法承担 与杜鞭在一起的 这件事情 所以 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东京 很久之后 在杜鞭策 快要发疯的时候 侄子终于有了阴信 他回复了杜鞭一封信 告知他 自己是一个 心灵不健全的人 病情严重到 已经无法与外界交流 只能在远离人烟的 京都的疗养院中静养 杜鞭策在街道信的第二天 就去了京都寻找侄子 在疗养院中 杜鞭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侄子心中的矛盾与痛苦 他也因此下定决心 要保护侄子 两个人的关系 得到了发展 杜鞭回到东京之后 不再沾花折草 与陌生的女孩乱来 而是一边打工 继续自己的学业 一边等待着侄子 希望自己可以挽救侄子 成为侄子的依赖和支撑 在侄子不在东京的期间内 杜鞭认识了一个 和侄子完全不一样的女孩 绿子 绿子的人生很悲惨 但她给人的印象 却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这样的女孩子 怎么能不惹人喜爱呢 尤其是对于孤独的 表面上高冷的杜鞭车而言 绿子是生活里的一道光 把她从一个人的孤岛中拽出来 拽到现实生活中 于是 杜鞭车不可自拔地 喜欢上了绿子 在她犹豫着 该怎么把这件事情 告诉侄子时 侄子的死讯传来了 这对杜鞭车的打击是巨大的 她扔下一切 流浪了一个月 直到侄子在寥饮院中的朋友 林子来到了东京 两个人为侄子举行了葬礼 并且得到了彼此的救赎 故事的结局 是杜鞭车回到现实 给绿子打了个电话 希望可以从头开始 故事永远都是简单的 复杂的是故事的背景 和人物的心理 说完了故事 我们回头看看 故事发生的大背景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 去体会这些人物 内心的不安与纠结 什么词可以精准地形容 1968年的日本呢 混乱 1968年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 第三经济大国 但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 是如火如荼的大学生运动 由于得知美国军方 在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中 使用了化学武器 东京大学的学生们 喊出了反越战 反安保的口号 成为日本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年轻人们开始反思 本国犯下的罪行 罢课运动不断上演 而故事的主角们 在动荡的社会形势中游离 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对社会环境 有着既不屑 又不知如何融入的无力感 他们是孤独的 不知道该如何成长 这也就造就了 他们心里的脆弱与敏感 好了 那上面为你讲述的 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挪威的森林 究竟讲述了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 表面上看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主人公杜鞭撤 喜欢上死去好友的恋人侄子 但在同时 他又喜欢上一个与侄子完全不同的女生 杜鞭撤在彷徨与痛苦的时候 侄子由于自身的心理问题选择了死亡 把故事推向了结局 无论是选择逃避的懦弱 还是选择成长的坚强 故事中的人物 对于人生的无奈 挣扎 失望 痛苦 这一系列复杂的情感 被村上春树 用细腻平淡的笔触刻画出来 让人感同身受 下面我们来说说 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为什么说挪威的森林 体现了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呢 在中国人眼中 生命只有一次 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中国人非常忌讳死亡 连带忌讳死这个数字 而日本人则戒然相反 日本崇尚宁静的美 而死亡就是这么一种美 这种审美观念 让残忍的剖腹自尽 在日本成为风骨的象征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日本人的生死观 在挪威的森林里 如何体现的 首先 这个故事中有很多人 死去 可是偏偏却没有给人 阴暗恐怖的感觉 这是因为 在作者的笔下 死亡似乎成为了一件 非常寻常的事情 对于每个死去的人 作者的笔触都是淡淡的 没有过多的渲染 与情绪描写 杜边彻在好友 沐月死去之后 只是悟出了一个道理 死并非是生的对立面 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泳村 在侦子死后 杜边彻整个人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他背起行囊 一个人流浪了一个月 并且意识到 无论怎样的道理 都无法挽救 失去所爱之人的悲哀与绝望 但正如侦子生前的朋友林子所说 侦子的死亡 就像天要下雨 是在所难免的 杜边彻的心中 其实早就有所预感 死亡并不意味着消失与终结 死亡是生命的延续 是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形式 其次 死亡具有悲哀与绝望的美感 侦子的抑郁 来自于两个最亲的人 姐姐与男朋友沐月的自杀 并且是毫无征兆的自杀 侦子与沐月 从小就在一起 形影不离 一起玩乐 学习 生活 彼此成为了精神依靠 侦子之所以不断说 自己是一个不健全的人 因为在沐月死后 他的精神世界 已经崩塌了大半 他的抑郁情绪 导致了无法自我表达 无法与周围人沟通的结果 从而不得不住进疗养院 但是这样可怜的 绝望的侦子 却对杜边彻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杜边对侦子的形容 永远离不开典雅 闲境这两个词 这种吸引力 就来自于日本 对于物哀之美的追求 物哀 顾名思义 就是文人 由自然警务引发的一些 悲伤的忧愁的情绪 物哀之美 是一种追求瞬间美的自然观 最高级的美感 最高级的美感 就是淡淡的 紧急的哀愁 因此 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中 有着对死亡的一种独特审美 死亡并不是可怕的 而是带有淡淡的 悲哀意味的美 最后 死亡在本质上 是一种懦弱和逃避 侄子与沐月 从小青梅竹马 活在两个人的世界中 看似天作之河 狼才女貌 却因为从小 太过顺风顺水 只与彼此分享喜怒哀乐 与外界没有任何精神交流 从而失去了 独立成长的机会 所以 优秀的沐月 却无法融入到 学校的生活之中 独来独往 只有渡边彻之门一个朋友 所有人都认为 沐月是太过优秀 所以高了 只有侄子知道 他曾经努力改变过自己 却屡屡失败 他憎恶着 无能为力的自己 选择了死亡 永远地留在了17岁 但是侄子是不愿意死去的 他不顾一切地 抓住了曾经沐月的挚友 渡边 希望渡边可以带领自己 走出死亡 两个人在森林里散步时 侄子曾说 这里有深不可测的孤井 一旦掉下去 就会在黑暗中 慢慢死去 非常可怕 但是渡边彻 永远不会遇到这口井 所以他只要和渡边在一起 就会很安全 侄子口中所说的深井 其实就是他内心深处 关于死亡的黑洞 他徘徊在死亡的悬崖边上 希望渡边可以带他走出死亡 但是侄子不懂的是 一个人之所以可以生存下来 是建立在自身心智的健全上的 无论是曾经对沐月的依靠 还是后来对渡边的希望 本质上都是他无法独立生存的表现 侄子是聪明的 敏感的 他最终意识到了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可笑与无望 却无法让自己强大起来 站起来 选择了向内心的软弱投降 侄子和渡边曾经感叹 他们在一天天地成长 而沐月永远地留在了17岁 沐月躲在了死亡的身后 不需要面对人生的一系列问题 当渡边彻决定保护侄子之后 他在心中默默地跟沐月说 我已经不再是十几岁的少年 我已经20岁了 我可以变得成熟 坚强 变成大人 死去的人 永远地留在了死去的年纪 而活着的人 则必须面对成长的艰辛 好了 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在挪威的森林中 我们可以透过村上春树的描写 看到日本人的生死观 为什么日本人的生死观 会崇尚死亡呢 因为首先 日本人是深深认同 生死无常这个观点的 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消失 而是生命的延续 其次 死亡具有美感 那是一种禁忌的 悲哀的美感 最后 对死亡之美的崇尚 其实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一种逃避 和懦弱的人生态度 活着 其实是最艰辛的 而死亡 则易如反掌 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 第二个重点内容 挪威的森林 反映了日本人 怎样的生死观 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也是本书作者 村上春树 最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热爱生命 成为生活的强者 书中内心强大的人 很少很少 在软弱的孤独的少年之中 有两个人的形象特别突出 那就是绿子和永泽 有读者这样评价 小林绿子走霉运 却不曾露霉相 他是书中 心智最健全的一个人 让别人感受到的 正如他名字一般 蓬勃的生命力 渡边彻 寻入绿子的爱 是站立着的 在行走 在呼吸 在跳动 在摇汗我的身心 绿子的形象 正如森林里的小鹿 春天里的绿芽 是可爱的 活蹦乱跳的 带着生命的希望与快乐 小林绿子 所说的苦难也不少 母亲去世 父亲在医院垂危 她说从小 都没有感受到 被父母疼爱的感觉 所以自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得到 非常多 非常多 多到溢出来的爱 绿子本质上 有着不屈服的 倔强的性格 他讨厌自己念的高中 但因为不愿意 被讨厌的事物打败 所以就硬撑着 去上课 刮风下雨 一节课都不落下 毕业的时候 还拿了奖项 绿子的父母 厨艺不轻 对于吃的东西 从来不讲究 也不愿意花钱 让他买锅 研究做饭 他就可以省下 自己买内衣的钱 去买锅 对着食谱 研究美食 再让人 郁郁到吃不下饭的 医院食堂 他也可以 大口大口地 爬饭 因为他必须吃饱了 才有力气 照顾病重的父亲 这样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 不让人喜欢呢 绿子对生活 做个这样的比喻 生活就像一个饼干罐 里面有好吃的 有不好吃的 所以不能一直 吃好吃的饼干 好吃的都吃完了 剩下的都是 不好吃的了 懂得先苦后甜 在遇到问题时 安慰自己 只是吃到了 不好吃的饼干 这样乐观积极的想法 本书中的其他人物 永远都不可能会产生 为什么绿子会这么特别 因为 故事中的所有人 对生活 都是充满着 无奈和绝望的 无论他们选择了 游戏人生 还是结束生命 本质上 都是对实现自我 这件事情 不再抱有希望 他们是绝对不会觉得 自己面对的事情 只是恰好跳到了 不好吃的饼干而已 因此 绿子对于主人公杜边厕 产生吸引力 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当杜边厕 躲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在音乐和读书中 寻找寄托 用酒精 来让自己舒服点的时候 绿子闯进他的世界 咚咚咚地敲窗 把阳光带进他的生活 说完了绿子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 另一个生活的强者 永泽 永泽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会是人生赢家的形象 他出身名门 长相英俊 还是东京大学的高材生 有着一位气质高贵的女朋友 出美 永泽的孤独 与杜边厕不同 杜边厕是认为 别人无法理解自己 而永泽 却是不屑于 与他人交往 永泽自视甚高 他也确实有这个资本 他曾对杜边 说出这么一句话 读三遍 了不起的盖茨笔的人 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让永泽脱颖而出的 是他对自己人生目标的 明确认识 和对自己的高要求 永泽的人生目标 是做一个绅士 那什么是绅士呢 就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举个例子 当永泽作为新生代表 去和老生谈判时 对方要求他生吞阔鱼 一种类似 没有壳的蜗牛的生物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 去做这件事吧 可是永泽真的生吞了 他认为 只要事情 可以在他身上就解决 那他就去做这件事 因此 永泽的所作所为 无愧于 他所希望做到的 绅士这个身份 相比于其他人 对于人生 未来的无力感 人生对于永泽来说 更像是一个游乐场 他可以随心所欲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他有能力去做到 他希望去到最广阔的天地中 一展拳脚 看看自己究竟能够到达 什么样的高度 所以选择了外交官这样的职业 并且顺利考上 永泽的目标很明确 因为他也从来不懈怠 对于自身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即使是得到工作之后 他也会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看着课程学习外语 天分加上努力 成就了永泽 也让他成为了生活中的强者 好 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挪威的森林中有两位人物特别引人注目 那就是绿子和永泽 绿子有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和不服输的性格 而永泽则是有着强大的自信和自控力 在遇到挫折和困境的时候 他们没有像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一样 自怨自艾 选择逃避 非要迎面直上 证明自己打败敌人 这样的个性 让他们不会太过纠结于眼前的迷茫 而是努力突破自己 成为生活的英雄 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想着只是吃到了不好吃的饼干 并且努力克服困难 这样的人才可以做到 与自我和解 与世界和平共处 好了 说到这儿 今天的内容就聊差不多了 那下面我来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 挪威的森林这本书的故事框架 侄子 渡边 沐月 三人在高中时期吸引不离 其中侄子与沐月从小轻微竹马 在沐月自杀去世之后 侄子与渡边来到了东京读大学 并在相处中产生了感情 随后 侄子因沐月死去 产生了抑郁情绪加重 社交能力退化 无法与外界沟通 进入了远离人烟的疗养院生活 独自一人生活在东京的渡边 遇到了一位可爱的 名叫绿子的姑娘 病情不自禁被绿子吸引 在故事的最后 侄子病情加重选择了死亡 而渡边也在痛苦中 与自我和解 开始了新的生活 其次我们说到了 挪威的森林中 体现出来的日本人的生死观 与中国人对死亡的忌讳不同 在日本人的眼中 死亡只是一件 寻常不过的事情 并没有那么的恐怖 其次 死亡具有一种 悲哀的静命的美感 是日本人的审美中 所能够欣赏的一点 但是 死亡其实代表了 一种懦弱与逃避 日本人的齿文化 让他们有着 不敢面对失败的心理 比起死亡 失败所带来的羞耻感 更加可怕 最后我们说到了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该如何与现实和解 成为生活的强者 在书中有两个 特别吸引人的人物 绿子与永泽 绿子在整个故事中 显得非常突出 他是里面最勇敢的人 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还可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并且绝不肯屈服 而永泽则是一个 真真正正的人生赢家 他家事好 却为了自己的理想 不懈努力 不服输 不肯被一切事物打败 懂得约束自己 克制自己 执着地 做一个他心中的绅士 虽然表面上 日本人欣赏死亡的美 但读本书 你却可以感受到 死亡 其实这些年轻人们 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了绝望后的 无奈选择 神救自救者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可以拯救你 这也是为什么 杜鞭无法拯救 职子的原因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 生活中只存在 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认清了 生活的本质后 依然热爱生活 故事中的永泽 对杜鞭说过这么一句话 永远不要同情自己 同情自己 是卑劣懦夫的勾当 在迷茫和痛苦的时候 多想想这么一句话 也许可以成为 读本书最大的收获 以上就是今天 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